今天半山熟請來的嘉賓是一位暖男 亦是一位住家男給我的感覺 其實他就是來自一隊BANG的 他就是來自響樂團3THINK的一位主音 就是紫晴,歡迎你 Hello,大家好 紫晴就是在我一次的場合裡認識到的 不過每位嘉賓上來的時候 我都會先問他們的問題 就是你對我的印象究竟是怎樣呢 每次我看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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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中都有我 每次我看著你 我給你的第一個感覺是怎樣呢 我覺得 因為我上次收到你的電話 今次可以有機會在DBC這裡做一個訪問 我那時候就馬上回憶 那時候在赤柱 我一個演出之後認識了你 認識了你之後 你就很nice地跟我說 啊,未來可能 不如試試上來你的節目做一個訪問 那時候我就覺得 都很紫智 但是對男生一定有一種感覺 然後到剛才我臨onair之前 我去跟你聊天短短的幾句 我就覺得你個人很熱衷 很熱誠,很開朗 很開朗 跟你自己的性格 都像的,都是給人感覺很真 因為呢,就正如你剛才所說 你那次在赤柱的活動上去演出 是令我挺impressed的 我個人的印象有挺深刻的 對於你來說 因為你一開始去唱那首歌的時候 那個感覺 跟現在的band隊的音樂 有一點點不同 是比較輕快的 那種groove 的一種音樂 所以我覺得很舒服的 聽這種的band生 跟現在的 那些比較 Rock 或者是硬性 Metal 有一點點不同 而今天很特別的 如果大家有開這個視像直播 就會看到 我是穿了一套 一件冷衣 而這件冷衣 就是當時我第一次看到 阿芷晴的時候 我穿的衣服 我特意幫你去 拿回你的一些回憶回來 到了這個 moment 突然間有一種很重的味道 哈哈哈哈 有一種很濃厚的味道出現 就是說 你本身也是一位的唱作人 因為看到很多你的音樂裡面 都是有你自己的作曲 在裡面 是不是 而到今時今日 我們都說 要搞音樂 很難搞 你還要 你們的band有七個人 那麼多 為什麼還會想著 投身在這個band隊的行列裡面 其實一開始玩音樂 都差不多有 六 七 七年前 七年前 八年前 不是七年前 八年前的事 那時候接觸音樂 都是一個 沒有想過自己 會 現在 今天 去到演變成一個 音樂的創作人 一個創作人 那時候純粹是 純粹是 學一下結他 彈一下 彈首Beyond的歌 《珍迪愛你》 彈一下之後 然後呢 就 發覺 原來 不單止自己 可以做到這件事 而且還在一邊看一邊唱 那麼 去到演變之後 就直接說 不如試試夾一對band 一夾一對band 有自可 因為我 當我很喜歡那件事 一熱衝了之後 我就會走褲合摩 嗯 那我就很熱衝 玩樂隊這件事 然後就立即組成了對band 四處去到處Busking 然後就參加一些比賽 演變到現在 其實我對音樂 也是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因為為什麼呢 一開始真的是 一個門外行 但是 接觸了結他之後 然後就開始慢慢發覺 我原來自己 都可以有能力去創造 一些屬於自己的東西 嗯 就是你小時候 就很少接觸音樂 是去到近幾年的時候 才開始拿起一部結他 叫做真正去接觸音樂 的意思 你可以這樣說 我小時候只是 我想大家都有些朋友 都可能會去到一些 一些 LD的年代 是 那時候播一些 FATAL的那些 那些大的LD 很大隻 很大隻 爸爸就給我一支咪 我嘗試唱 我記得那時候唱 強 強人是你 OK 然後 那時候就覺得 聽回自己的聲音 很奇怪 自己的聲音 錄音聽回自己的聲音 很奇怪 那你那時候是不是小時候 很小時候 沒轉聲 那當然是怪的 不理的 那後期就沒有了 然後放下了 直到真的拿回一支結他 然後就發覺 我自己不單止 只喜歡彈結他 還喜歡唱歌 嗯 那到你真的 投身在這個行業的時候 那你家人 有沒有對於你 進入這一行 有些看法在這裏呢 嗯 會不會覺得 這行找不到的 兒子 很難做的 還下去這一行 其實呢 她開頭 開頭還只是她不透過去玩音樂 你是藏起來的 我藏起來 Lunch 其實夾餅是很熱血的事 因為真的需要很長的時間 尤其是我們人大了,成年 都要上班,要賺錢 賺錢的過程,你不會之後夾到餅 一定是在做完事後 回家,或者不回家,然後回餅房夾餅 一夾就夾到好東西,通頂 有時候,如果家人知道我通頂 你想一下會有多大反應 以為你不知跑去哪 以為我不知跑去哪 而怕我影響了日後工作的時間 一開始他們覺得這件事 他們不太知道 後來真的在一個比賽裏 他在電視上看到我 他就開始感受到我 原來我真的這麼喜歡這件事 這麼堅持 寧願自己收拾 犧牲自己的時間去做這件事 都不想讓他心痛或者傷心 因為覺得影響到家人 後來他看到我那種熱誠之後 就開始支持了 即是說你整個過程裏面 去到比賽那一刻 他才知道你是夾班 沒錯 還有很多藝人都是這樣 因為他喜歡玩樂 但家人覺得樂的感覺 如果是以前那代的家長 就會覺得很頑皮 玩這件事是很頑皮的 你剛才提及到 要用一段時間 即是要夾時間 你和樂隊的隊友是怎樣認識的呢 我其實是一開始 自己參加一些歌唱比賽 然後就認識到 逐個逐個認識的 真的 在歌唱比賽的 另外一個敵隊的對手 就是我現在的結他手 哈哈哈哈 他自己在彈著結他 一個人自彈自唱 在我唱歌 是 我看到他很 很魅力 他很帥 他在台上自己唱 雖然他不是唱歌的材料 哈哈哈哈 他不是唱歌的材料 都不可以這樣說 近期我都逼他唱了一首 Wonderful Tonight 都挺好聽的 但是他就 我覺得他很魅力 我直接走上去 當他表演完之後 比賽完之後 不如之後一起玩 然後就玩一下 又由結他手 介紹另一個鼓手 又介紹一個keyboard手 然後就叫他一起去jam歌 jam一下 就jam到現在這麼多人 我看到你們那隊樂團 組成的時候 都好像你所說 去了不同的地方做basking 是不是 我又覺得 你們玩的方法 又有一點點不同 你們的玩法 是結合了很多 叫做social network 即合起來 可能在YouTube上 好像最近 我看到有一條 是比較早期一點點 懂嗎 過了一段時間 360 即是360度 去拍攝你們的演出 這個是 你自己想出來 還是一個怎樣的做法 我自己想的 因為其實呢 我自己覺得 我很喜歡幫自己 就是creative的東西 去做一些 做一些歷史 你自己起碼有個回憶 知道自己曾經做過 也都可能 大膽地去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這個360度 這個全景那個 那個拍攝 那時候很早期 其實已經 早一兩年 已經有一個 這樣的技術出現 但從未有家用版的情況出現 即是 沒什麼怎樣可以 真的有人拍過出來 要不就很昂貴的成本 才可以做到 那後期我就見到 它有一個 便宜的版本 那我就馬上 就去 賣了回來 跟著就馬上想 不如全香港應該都還沒有 一隊樂隊可以這樣玩 我們就試一下 一個 不望觀眾的basking 我們就 做一個圓圈 我們不同的樂手 就只圍著這個鏡頭 看著鏡頭 然後呢 就 全程唱 就不望觀眾 不跟觀眾聊天 全程只唱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 那天演出的片段 就收錄了在這個片段 就是今次在YouTube的channel 所以我覺得是挺特別的 一個玩法 每一隊Bang 他們都會經過一個 不同的階段 你那個階段 就是 本來有一隊的 叫做Indie Indie的Bang 跟著就走到去 有唱片公司 簽了約 跟著又出賣自己的單曲 等等 到現在呢 你的感覺 你還想走到哪一步 在這個音樂的發展上 其實我是希望 永遠走下去 因為我自己覺得 其實這也是叫做我的 心血結晶 好像一個小朋友 是否都是你一手一腳 拆畫的 對 大部份都是 當然我跟其他成員都在一起 但因為 在這個Bang裡面 我主要是 Creative的想法會更多 我會想到一些新的東西 新的方向去嘗試做 嗯 在哪一方面 可以看得到 紫晴呢 她有這麼多這些Creative 就是在她另一個身份上 我一開始介紹給大家 她是一位暖男 還有一位的住假男 為什麼呢 因為她還有另一個身份 她就是 喜歡煮食的 那究竟 這個煮食 跟音樂 有沒有機會結合在一起呢 我們待會回來再談 時間分配題 下午一點到兩點 究竟做什麼好呢 A 游個水 B 發響牛鬥 玩下手機 C 聽DBC 數碼二台MeToo 試陪的私家音樂 有得選 她是選 試陪的私家音樂 大魚山發展的公眾參與活動已經開始 發展建議涵蓋的空間規劃 土地利用 保育 交通基建 康樂 旅遊 和社會發展 不單止有利大魚山 還關係到香港的可持續發展 公眾參與活動 有巡迴展覽和公眾論壇 到4月30號結束 歡迎參與 詳情整瀏覽網頁 www.landac.hk 你覺得 可以跟我做多成熟的朋友 今天我半生熟的嘉賓就是來自響樂團 3THINK的主音 就是芷晴的 剛剛也說到 你一手一腳去策劃整隊的樂隊的發展 以及怎樣利用這個網上的媒體去發揮你們的所長 在這一點上面 我看到芷晴做得很過癮 因為除了做他們的樂隊之餘 他自己也額外再發展多一個專長 就是煮食的 沒錯 那就有一個頻道的頻道 那頻道的名字叫做 食神再歸位 一看到這個名字的時候就想 還不是抄周星馳 都 他是我偶像 我想大部分 好像我都不是這個年紀 都算是現在這個年紀的人 近幾代的人都會有聽過周星馳這個名字 是啊 看他的作品都一定少 那變成 尤其是周星馳 都是一個 其實他都是一個很厲害的思想家 他把他自己的想法真的拍了出來 一些他自己創作的東西 他真的去完完整整地告訴你 他是有想法去做事的 那我就用了他的理念 食神那套戲的理念 去做我們這個煮食的頻道 因為我覺得 煮食都可以給人感覺 是很多方面很過癮的 看上去是很有娛樂性的 你說煮食而已 都要你本身真的對煮食有興趣 或者你真的懂得煮食才行的 那這件事就是了 是的 那就是了 因為在我Creative這個頻道之前 就一定是經過這個歷年 這個差不多很多年的 家裡的廚房的訓練 就是香港廚藝訓練學院 很少看男生 對於煮食會這麼深的研究 除非夢想是做廚師 不過你的夢想 講到現在你的職業來說 不是做一個廚師 你是做一個唱歌的 拿麥克風 你現在變成拿鑊鏟 其實曾經 未懂得玩音樂之前 真的有夢想過自己做廚師 是的 我爸爸因為真的知道 我喜歡煮食的過程 他買了一個 當然是就這樣做的 鐵板燒 小小的鐵板燒 那時候給了鐵板燒 那時候叫我學 那時候 是否本身你爸爸 對於煮食來講 都有興趣呢 沒錯 其實我爸爸媽媽都很厲害 很厲害 其實也不要說爸爸媽媽 是我的家族 基本上有好幾位 曾經都很出名的廚師 嗯 有沒有說哪些菜 是特別拿手的呢 我自己 我自己拿手的就是 我媽媽傳授給我的 我爸爸媽媽傳授給我的 就是一個叫 避風塘炒蟹 哦 這個在銅鑼灣都有吃 是 當然 但是我為什麼會這麼厲害呢 因為我爸爸媽媽 小時候就已經經常 普通煮食的頻道不同的 普通煮食的那些 是凍在 好像我們現在的攝影 拍著 前面有很多廚具 OK 今天我們教大家 煮一個避風塘炒蟹的 材料有蟹啦 有這些材料 你不是的 你拍有Story 還要有Costum 有服裝去配合 那你這些是 有人Sponsor你 還是你自己找回來的呢 我自己找的 全部都是我自己找的 自己出錢出來 都可以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我覺得 其實我自己 首先 一來我自己覺得 很過癮 二來就是 我做的這件事 是可以 令到 改變到人對 香港的食物的一種看法 因為有些人可能覺得 被風塘炒蟹 嘿 從小吃到大 在香港有誰吃過 但是原來 自己也能煮到的 為什麼你不試試自己煮呢 我不是親身用了一個Story 怎樣很過癮地 讓你看下去 又吸引 又有興趣 其實這樣煮也可以 很簡單 你可以嘗試自己煮 但是很多時候 人們一看普通 就這樣教菜 怎麼煮 糖 兩茶匙 你也很悶 除非你看大王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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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 那 在另一個途徑上面 我覺得 加入一些故事的元素 跟我在偶像周星池裡面 所運用的一樣 我用一些Story的形式 去放大了香港的熱地道小食 或者香港地道名菜 的故事拍了出來 讓人看下去 個人之餘也是嘗試 你會不會有個使命感 是很想 令到大家珍惜 例如 有些歷史很悠久的菜式 又或者小食 不想它 無緣無故被忽略了 又或者消失了 你想捍衛這些精神 我前陣子拍了一個 是捍衛街頭的律子 嗯 其實街頭的律子文化 都真的很久了 六七十年歷史 但是其實 真的 那天去 因為我經常都會吃律子 一看到有律子檔 我一定會去買 那我跟一個律子檔 在觀唐的律子檔 強哥聊天 他說 其實現在 吃律子的人 大部分都去到三四十歲 差不多四十歲 四十歲的人吃 四十至五十歲的人吃 那他就說 其實他真的很想 去鼓勵多一些年青人去吃律子 嗯 而在我們的歷史裏面 我回憶裏面 律子是 我小小過到 爹地媽媽帶我們那時候 亂粒粒有香噴噴的一種食物 那這種食物 現在 隨著 時代的轉變 環境的轉變 已經開始 越來越少人吃 被人忽略了 那 是不是應該要 被人記得回呢 那我就用了一種 就是 業問打功夫的形式 去炒 炒 鐵沙 再加上鐵沙獎的方式去玩這件事 我也看到你找了不同的人 一起幫忙參與去演出 有沒有想過一件事呢 你本身是做音樂的 你加上煮東西吃 變成一隊叫做 廚房樂隊 用你煮食和樂隊兩方面結合呢 都有的 有的 其實很久之前 有做過一個節目 是要用一個煮食的題材來做一首歌 是 那我就做了一首叫儲糧 是 是 就在那裡蒸蒸餐餐 這樣 但是 你說 是不是音樂和煮食的元素加起來 有的 有的 我們都有寫過一些飲食的歌 其實現在是少了的 少了 少了 我覺得真的可以在這方面去發展一下 而且兩樣都是你的專長 那為什麼不用盡它呢 接下來會做多些 會做多些 OK 那在這個時間也要問一問 你一條問題 就是 在你生命當中 你覺得 有沒有哪些東西是你最寶貝的呢 如果是音樂或者是野食 這樣來說 你有沒有什麼東西的寶貝 你是很珍惜它 我想我很珍惜它就是我現在擁有的這一班兄弟 就是我惡隊的兄弟 因為 我跟他們相處了都 八年至九年的時間都有 在這個過程裡面我覺得 大家一起去努力過 去做一些 曾經為音樂而奮鬥的一些堅持熱誠 這個過程裡面給我是一個 我人生裡面最寶貴的一個時刻 當然現在 我們都會繼續珍惜這件事 但是你問到我 我對於寶貝這個看法 我就覺得 我的響樂團 是我的最深刻的寶貝 嗯 你都會繼續繼續做多些的音樂出來 一定會繼續 我期待 你有一首歌曲 真的可能連起炒蜆 魚蛋 這樣夾起來 有這些元素在裡面 要 到時一定要聽一下 你的歌 要 而最後 也有一條問題想問問你 就是 在我們剛才 整個對話的過程當中 你覺得 芝晴 你可以跟我煎餅 做到多少成熟的朋友呢 多少成熟 是不是十成是最厲害的 就是全熟 或者 overdone都可以的 overdone 我覺得我們有 其實級數是有多少 其實 如果普通的話 一至十級 一至十級 我覺得我們有八 因為我跟你 從未見面 在電話裡聊天 來往 已經很多 我已經很多事情跟你聊到 嗯 變成到現在 我覺得有八 八成熟 如果下次再有這些活動 都可以參加我們一起玩 要 對 我們去炒蜆 去找那些什麼 山水豆腐 山水豆腐 看 我也有看到 又是挺過癮的 我覺得 你攀山蝕水這樣拍攝 所以今天就很多謝 紫晴上來 和大家介紹他的音樂 和介紹這些避風塘炒蟹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他的頻道 會陸陸續續帶多些精彩的東西給大家 最後送上 就是響樂團的靜香 給大家聽一下 多謝你 紫晴 Thank you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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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當成般聰明 去打探你追形 洗脚發暴機 在四季哭聲笑聲 灑個魔法般隱形 偷看你上百以靈 浪漫又極任性 對你每個心呼吸也打停 時光於拜庭下 到初中某天透昏你心早湧化 望你面紅了講半句 哄你的話 同親的太陽下 襯影化門天陪進你 騎上屋馬 靜潮地告知上 跟你發探 Ding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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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犯徒學花劍 但我再現實裡 哪會有法佛的戀愛家 時光幾快停下 亦到高中某天生 難時不共戴家 再借樂園 都跟你算是多吉吧 逢真變太陽下 唱映花溫天和珍藝 劇場默 直笑地告知上 你的法佳 我要替你轉載 無存流禮色彩 一彼恨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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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彼恨 這...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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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